璀璨奪目眼前的鑽石足足有六克拉却插点不翼而飞 富人富医院挂号将装有一颗六克拉钻石的手提袋放在柜台 好险真的是运气好 搁置了整整一页没人拿 最后成功找回这颗价值达五百多万的钻石 贵妇险丢钻石的事件瞬间在网络发酵 这也让山东淋漪再次被提及 这是长林钻石 长林钻石是山东省林树县魏正芳 于1977年12月发现的 隶属山东省林仪市的林树县 1977年当地的村民魏正芳 夏天耕种时竟发现一般59克拉的钻石 简直是挖到宝 因为这颗巨大的钻石 至今仍是大陆现存的最大天然钻石 那一刻起山东淋漪被称为钻石之多 全大陆有一半的钻石 仰赖在这里的701采矿区 工人们搭上采矿车 亚洲最大的天然钻石开采地就在这里 开采的金箔利盐是一种火尘烟 也是金刚石的木烟 南非开采的钻石也是属于该种类 目前在大陆主要有三个地区 其中辽宁的瓦房店 钻石的原矿总含量达1320万克拉 虽说畏惧大陆之贯 但因为受保护多处限制开挖 也让位居第二的淋漪总含量达1235.39万克拉 比第一名还有名 根据全球最大的钻石生产商最新的资料显示 去年大陆占了全球钻石消费力的第二名 总消费达3000亿台币 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船 钻石的确成了煽动淋漪的船家宝 沙子字幕继继继继续 中启倾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